苏先生 我可算找到你了 会的谁啊 阿姨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苏府 你是谁啊 我 我是苏先生的经纪人 彼得 孙小姐 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苏先生 你可把我害苦了 我到这里来 就是跟你讨个说法 你不讨论 本人 孙小爱 现要求苏星先生发表文章 向媒体和大众解释清楚 和本人的关系 洗脱本人身上的所有传闻 特此证明 孙小姐 我可以容忍你说 我的人品不好 但我绝不容忍 你怀疑我的专业素养 你怀疑我的专业 抱歉 苏先生 我在你的身上 根本看不到一丁点 所谓的专业 看来你还是不懂我 如果有一天 我再也站不起来了 你知道 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吗 你知道 如果我真的站不起来了 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吗 什么 那就是 在我能跑能跳 能够看着你的时候 尽口对你说 我 喜欢你 孙小爱 我喜欢你 我不要任何的 泄话与掌声 我也不要任何的奖项 此时此刻 我没有扮演任何人 我就是我 苏星 还记得我们在这个水镇 你喝得醉醺醺 我们俩一起 从你的房子上调了下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第一次有了想保护你的意义 也许在那一刻 我们两个人的命运 就已经交织在一起了 你说你想拼命地融入到我的世界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来融入到你的世界好吗 你说你不想破坏我实现梦想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我想要的 从见到你那一刻起 好久已经实现了 小爱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我 是 我像我的 我像你们 我像你 那么 我像你 比我来 就是 我像你 一样 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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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啊 你的心里只有我 根本装不及任何人 你跟她走 你只不过是想欲擒故纵而已 讨厌 我才没有呢 可是我有 我每天都在想你 心里根本装不下任何人 一年多不联络 突然来了 就演了一个这么大的戏 你知道 我没什么意志藏着你的婚纱照吗 为什么 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在你身边 这辈子注定不会再分开 你 你好 苏太太 你好 苏先生 以后的日子 请多多关照 好 一场美梦 静静陪你 人间烟火说 毫不退缩 如果爱你 时长风波 感谢电波 让我们收起